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团体已经抵达了灾区 协助夏威夷的官员辨识罹难者的遗体 毛衣岛上的拉海纳镇曾经是风景如画的旅游景点 如今野火肆虐之下已经化为灰烬 救难人员是带着受过训练的犬只在废墟当中搜寻尸体 葛林说目前已经搜索完超过了四分之一的灾区 那么在遗体就是罹难人数呢 有可能还会要再往上增加这一个数目 所以呢 葛林也表示呢 要民众先做好心理准备 最后的人数有可能会是目前的两到三倍 夏威夷在上个礼拜爆发的这场野火造成了超过百人死亡 这也是美国超过一世纪以来最致命的野火 美国在卫生级公共服务部负责因应事务的副助理部长 他则表示 在这个部会内已经派出了一支由验尸官 病理学家和技术人员组成的团队 提供包括了检查台X光等设备来辨识罹难者并且处理遗体 那么在夏威夷的这个贸易岛是备受欢迎的度假圣地 但是却遭逢了像是末日一样的野火的肆虐 死伤人数突破了一百人了 在官员一直都在敦促啊 我们在从上个礼拜就报道的 就是官员在不停的敦促游客观观客 不要到贸易岛把你们的行程 请大家把行程避开贸易岛 因为呢在这一个大火肆虐之下的话 政府方面要征用的就是大的旅馆 还有这个民宿 还有休息场所要来安置遭受大火肆虐 家园全毁的这些民众 不过呼吁归呼吁啊 这个我们要说上游政策下游对策 是不是这样子讲呢 还是有许多许多的游客继续留在当地 甚至还持续拥入观光到当地去观光 这种行为让当地的民众 让岛民是非常的愤怒 也是相当的心寒 那么在夏威夷的这个致命恶火 到底造势的原因 这期货原因是什么呢 在现在呢 有可能啊是怀疑是电线掉落而引起的 所以现在是不是如此 夏威夷电力公司 也因为这一个说法被批评 被IP了 就是在当时 明明已经接获到强风警告 却没有关闭电源 数十根电缆开始掉落之后 还在持续的供电 所以才影响在后来的火灾的发生 造成现在死亡人数已经达到101人 那么夏威夷的这一个大火 这突然的野火啊 造成如此惨重的伤害 在除了美国 除了慈善机构 包括了慈济 包括了Red Cross 红十字会 都在呼吁大家伸出援手 来帮助夏威夷贸易岛 这一场在火灾当中 那么已经被焚尽 以为平地的 几乎是烧毁的小镇 能够重新恢复 那么的除了在美国之外呢 在国际间也看到 日本的外务大臣林芳正 也在今天表示 对于夏威夷州贸易岛 带来的严重灾情的野火 日本政府也要提供 200万美金规模的人道援助 他说为了帮助当地 早日迈向重建 将会积极提供相关援助 那么在现在日本政府 将会透过在当地 进行就业活动的 美国红十字会 还有非盈利活动法人 Japan Platform 来提供相关的援助 好谈到了日本 我们再往下看 这个是美国日本和韩国 三国的领导人 在18号将会齐聚大卫营 召开第一场 三国领袖单独峰会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则在昨天说 峰会是别具历史性的意义 有助三方强化安全 经济等多领域方面的合作 而总统拜登 18号会在华府近郊的大卫营 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南韩总统尹锡 召开三方领袖会议 而在峰会登场前 国务卿布林肯也率先 与日本外务大臣林芳正 韩国外交部长普正 举行了视讯会谈 而事后布林肯则表示 这场峰会 别具历史性的意义 是继2015年之后 第一次有外国领袖 造访大卫营 这也是美日韩 第一次单独召开领袖峰会 而峰会召开之际 区域和全球正面临 地缘政治紧张考验 包括了气候变迁 俄罗斯侵略乌克兰 核无挑衅 美日韩加强互动 将有助在印太区域 实现自由开放 繁荣安全 而且是具韧性与相互连接的愿景 而在三国峰会即将召开 三国的外长已经在昨天 事先的店有一个视讯的会议了 那么这也一致同意 这一次三国领袖峰会 将是三国合作的历史性的一个机会 而美国方面呢 一直在亚洲的雄心抱负 就是华府的优先要务之一 不过多年来 面临看似难以逾越的障碍 也就是华府重要盟友 日本和南韩之间 彼此之间的敌意 美日韩在18号首度召开 史无前例的三边峰会 这也是日本跟韩国两国领袖之间的 一个大的突破 而美国总统拜登就希望 要把握这一个良机 期盼能够把这种新的合作精神 能够制度化下去 为了让这一场这个场面更加的盛大 总统拜登已经邀请以西瑞 还有岸田前往大卫营 这是大卫营 2015年以来第一个重大的外交活动 大卫营在调停中东和平上 它是具有重要的意义 也希望在化解韩国跟日本之间的分歧上面 也能够有一个好的成绩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的 就是前美国总统川普 遭控刑事罪名往上增加 但是角逐白宫宝座的现任总统拜登 无论是遭记者追问或发表演说时 都绝口不提川普遭遇的法律麻烦 在忙着处理风力发电机新订单的工厂里 民主党籍的拜登还是表示 就他看来新的就业机会和投资 与他在第一任实施的主要能源和基础建设政策是有关 而川普在昨天是第四度遭到刑事起诉 他遭控制敲诈勒索 并且干预了乔治亚州的选举 而拜登同一天在另一个关键摇摆州 威斯康辛州发表公开演说时 就没有提到任何关于川普的这一个内容 而在现在前总统川普遭到起诉 但是似乎只要是对他外面看起来 我们看起来都是负面的 都是打击的这样子的发展 事实上在川普那边反而都是大丰收 大收获反的来看了 在现在他被起诉 每一次的消息出来他都能够募得大笔的竞选经费 而且民调还会因为他被控被起诉而往上攀升 有今年三月以来的四个例子都是如此 还包括了最新的这个例子 遭到乔治亚州检方指控试图推翻 2020年总统大选的结果 现在呢 在遭到起诉以后 民调方面川普反而又往上涨 而且呢 募款的讯息 还是到处在散播 那么应该来讲 他竞选资金是赚的盆满钵满的 非常非常的好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的联准会 Fed利率决策委员会 有一名成员在昨天说 美国的通货膨胀最终有望 朝着对的方向去发展 但是联准会不应该 现在就宣布通货膨胀问题 已经获得控制 Minapolis的联邦准备银行的总裁 卡西卡里 是在Minapolis的议场会议中 做了上述的表示 而美国联准会去年以来 升级了11次来控制高通货膨胀 因为美国的通货膨胀率 现在突破了联准会 订定的2%的长期目标 尽管通货膨胀近几个月来 大幅降温 但是还是高于联准会的目标 特别是在剔除了波动 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之后 现在卡西卡里则说 通货膨胀是朝着正确的方向 在发展 但是要升息的周期终点 是否靠近呢 只是时候还没有到 另外Intel准备以54亿美金来收购以色列高塔半导体 但是因为没有能够在双方约定的时间之内 获得监管机构方面的批准通过 所以现在双方同意取消 所以这一个收购 这个54亿美元的收购案 现在已经化停 分手费 这个也不便宜 分手费就是要合理的分手费 还是相当的多 还得要支付 3亿5300万美元的分手费 最后看到华盛顿的报道 国务卿布林肯在昨天说 无法证实伊朗放慢积累进武器及浓缩又速度的传闻 但是布林肯说 乐见伊朗降低核威胁所采取的任何作为 那么伊朗将美国被拘留 这改为居家监济 与美国对伊朗策略的其他层面无关 在这一方面 布林肯做了上述的表示 那么他表示呢 在现在对于伊朗传出放慢浓缩又作业的速度 这一方面美国真的是乐见 这样子的威胁往下降 带给大家这是在美国方面的新闻 德州中文台 我是虎美剑 下边朋友们焦点将转到国际新闻方面 和我继续一同关心 第一个看到呢 泰国的宪法法庭 在这个是 今天已经驳回了泰国前进党党魁 皮塔不能够被二度提名为总理候选人的陈琴案 这第三次总理选举也因为在等待泰国宪法法庭判决 延宕将近一个月 在泰国众院议长已经在今天表示 总理选举也就是第三度 第三次的泰国总理选举将会在22号会举行 好另外呢 我们再回头看一下在这个是野火方面 在沃塔埃华的报道 加拿大的西北地区的政府 在昨天已经宣布进入了紧急状态 原因就是野火严重摧毁了一处偏远的社区 并且为在加拿大西北地区首府黄刀镇带来了风险 这个举动也赋予当局额外的权力来应对紧急的状况 加拿大政府说批准联邦援助对抗野火 并且会部署武装部队协助这个地区来扑灭火事 另外呢 在联合国方面呢 秘书长古特瑞斯在报告当中告诉联合国安理会 要恢复海地的法治 让帮派放下武器 就需要部署强大的跨国警力 并且要服以军事援助 海地在去年请求国际社会的援助来对抗首都太子港的残暴的帮派 古特瑞斯是在去年10月建议各国派遣快速行动部队来援助海地的警察 安理会上个月则敦促各国提供安全支持 并且要求古特瑞斯30天内报告联合国的各种选项 包括了支持非联合国的多国部队或者可能的违和行动 接着呢 我们再看到的就是在基辅的报道 乌克兰政府表示 有一艘货柜船已经在今天早上离开了黑海的港口城市奥德萨 第一次使用所谓的专让商船进出的新临时走廊 乌克兰的黑海港口已经被俄罗斯封锁 俄罗斯威胁要攻击进出的货船 乌克兰上个礼拜宣布在黑海地区设立了人道走廊 放行自俄罗斯在2022年2月24号展开全面入侵以来 受困于奥德萨等港口的货船 而这艘船在今天出港也堪称是对俄国威胁的一个测试 莫斯科还没有表明是否会尊重这一条航运走廊 而航运业和保险业人士也纷纷表达了对于相关安全方面的担忧 另外在伦敦方面的报道 英国则在今天公布了一个数据显示 能源价格下滑的情况 7月份通货膨胀率大幅降到7%以下 是符合经济学家的预期 英国7月膨胀降到了15个月来的低点 符合分析师还有英国央行的预测 在英国7月天然气和电费虽然下滑 不过食品价格还是持续往上攀升 只是攀升的速度和去年相比的话 和去年同月相比是放缓了一些些 接着在北韩方面 我们晓得上个月18号越过两韩交界 进入北韩的23岁美国二等兵 Travis King已经承认非法的闯入了北韩 表达在北韩或者第三国寻求庇护的意愿 这也是北韩首度对金恩的案子 发表的一个公开的评论 报道中说调查人员做成结论 金恩是蓄意和非法越界 意图留在北韩或者是第三国 因为伤害罪入狱服刑将近两个月的金恩 是在17号被带到机场 本来应该要回到美国接受这个惩处 却从登机门开溜 24个小时之后他越界闯进了北韩 那么在现在则在报道当中 看到北韩的媒体报道 这个大兵金恩是承认非法闯入 并且表达要寻求庇护的意愿 接着我们也看到中国军方代表团 加入了由美国所主持 在太平洋岛国斐济举行的国防首长会议 斐济总理拉布卡呼吁对方对话 各方要对话 也说太平洋应该是一块和平地带 斐济政府的声明说 本年度印太国防首长会议上 中国代表团由中国中央军事委员会 联合参谋部的副参谋长 中国解放军上将徐启林率领 而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基尼里诺和 斐济军事警会官会主持这场会议 与会者还包括了印太地区27个国家 美国和中国高层级的军事对话 冻结的情形在今年格外受到关注 而在现在呢 这个中国加入了印太国防首长的会议 斐济也借这个机会呼吁各方应该展开对话 好最后我们看到的这是在柬埔寨 柬埔寨的后任总理侯玛内表示 有人想说服柬埔寨种大麻 但是他坚决反对大麻合法化 侯玛内也是柬埔寨现任总理洪森的长子 这个月底他即将要继任了 外界现在都在观察是否会有新人新气象 是新气象呢 还是新官上任三把这个三把火呢 不知道 我们到这个月底之后就先分享 带给朋友们的这是国际方面的报道 美国和国际新闻之后 朋友们 德州中文台 我是胡美剑 先休息一下 然后我们再来关心两岸方面的重要新闻 先看到中国的经济衰退 恐怕会对全球构成风险 说近来是受到了关注了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王文斌 则在今天表示这种论调有备事实 中国疫后经济恢复是波浪时的发展 曲折事前进的过程 事实上是持续恢复 总体回升向好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王文斌 那么他说中方注意到相关的论调 这种论调有备事实 他也提出了官方的统计数字 并且说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 全球通货膨胀持续 金融市场动荡 债务压力上升 各国经济都面临着不小的挑战 他也说中国疫情防控平稳转战之后 经济恢复是一个波浪式发展 曲折式前进的过程 也说在近期 中国方面推出恢复和扩大消费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等一系列 针对性强含金量高的举措 也受到了国内外投资者的广泛的欢迎 而在中国昨天公布了 7月份国民经济数据 在国外的媒体 包括了华尔街日报报道说 这个数据凸显出中国在疲于 应对国内外不断拥陷的经济困难之际 官方难为经济找到成长引擎 在这一个昨天的记者会上 中国官方暂停发布青年失业率的数据 也让投资者经济学家和企业家 又缺失了一项有关中国经济的关键讯息 而这一些再加上7月份 消费者和企业支出增长放缓 工业增加值增速也远低于预期 使得近期一系列让人担心的讯号 现在有网上增加的态势 另外为了要响应中国官方 扩大消费的要求 中国已经有多家银行 近期推出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优惠活动 除了直接调降利率 还透过发放优惠券 折扣券等方式来吸引客户 利率最低触及3% 而且还渴望继续调降 那么报道中说 这是为了积极回应中国国家发改委 7月31号所提出的相关的这一个号召 那么在中国国有大行 也陆续的推出低率率消费贷款的 这个产品 那么希望呢 就是用扩大消费 那么能够的刺激中国 在民间方面的经济的成长 而在中国房地产方面呢 国家统计局则在今天说 7月份全国70个大中型城市 二手房价的价格 多达63个城市 比6月相比是往下跌 连续三个月下滑 北上广深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 这些一线城市 全面下跌 二三线城市也平均下滑 而且是一二线城市的跌幅 现在有扩大的情形 另外呢 中国当局现在大力的推动 医药反腐 医界是风声鹤唳了 在现在也有媒体报道 目前已经知道 包括了北京 安徽 江西 内蒙古等地的省 还有市级的卫健委和医院 纷纷设立了叫做连证账户 鼓励医务人员上缴非法所得 在文件当中说 北京市设置的连结账户 适用范围包括了市 还有区 各级医疗卫生机构人员 违规收受 因为各种原因 不能够拒收 无法退回或不便退回的礼金 以及有价证券 支付凭证 商业预付卡 还有贵重物品等折价款 文件说 缴款时可实名或匿名来做 实名缴款可在备注栏写姓名 那么所有的项目 都会存入连结账户 各单位收到相关人员上缴的款项 不能够截留或者留用 而在现在因为中国当局 近来强力推动医药反腐之后 已经有部分医师 得到了相关的福利 就是呢 手术量大减 可以终于按时下班 原来非人生活 现在可以回到 类似人的生活了 所以在反腐医药 中国医药的反腐效应 看起来 对于原来要承受 大量手术的医师们 总算有 可以松口气的机会了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 上海的报道 为了增加青年的就业率 广东的官方发布 企业雇佣符合条件的 16到24岁青年 每朝一人将给予人民币 1000元的补贴 而这一项政策 已经被不少的网友批评 认为作用也不会大的 其他方面的新闻 我们先看一下 在香港 根据公布 香港当前不愿意生育的夫妇比率 是高达43.2% 创下历史新高纪录 此外 每对夫妇平均养育子女的数目 已经有5年前的1.3人 跌到0.9人 这个数据是历史的新低纪录 而中国房地产开发商碧桂园 爆发了财务危机 现在媒体则形容 与此前的政策 疫情等外部影响不同 房地产市场本身 现在不断下滑 是碧桂园难以支撑的根本因素 如果在这个时候倒下 可说是倒在黎明之前 所以碧桂园的财务危机 现在受到广泛的注意 带给朋友们 这是在中国方面的报道 德州中文台 我是火美剑 下边我们要把焦点 转到台湾方面 台北的新闻主播接报 为朋友们播报 我们继续夜同关心 德州中文台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早安 我是李自立 台湾方面讯息 我们今天为您报道的是 蔡英文总统 今年接见新北市 自强国小女子足球队 肯定选手们在芬兰 参加国际竞赛的亮眼表现 并且认为大家透过足球运动 带领台湾走向世界 这是最好的体育外交 总统也强调 球员在国际赛场上 努力表现 政府也要提供更多的协助跟资源 让足球运动 蓬勃发展 成为选手最好的后盾 总统说 那我们球员在国际赛事场上的 努力表现 政府当然要提供更多的协助跟资源 来让我们足球运动能够更蓬勃发展 那我要肯定我们的教育部体育署 还有新北市政府的教育局 共同努力支持体育活动 成为选手最好的后盾 新北市自强国小女子足球队 日前远赴芬兰参加赫尔辛基杯 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 荣获U12岁女生组的冠军 台积电正式拍板前往德国投资 外界忧心 恐怕削弱台积电的能量 不过国发会主委公明星 今天在雅虎TV节目 岂有此理受访时表示 台积电前进德国是台湾能量的延伸 而且台湾政府努力强化 跟中东欧国家的经贸连结 可以形成助力 副总统赖清德过境美国纽约时 与驻美大使萧美琴互动 再度引起赖萧佩的呼声 正在巴拉圭访问的赖副总统 在当地时间15号的下午 与随团媒体查续时 被问到是否和萧美琴谈到此事 赖副总统说 他此行不是为了选举 自然没有萧美琴谈到选举的事 他并肯定萧美琴担任驻美大使的表现 认为这些是台湾相当重要的资产 另外 赖副总统也是众所皆知的棒球迷 如果以棒球场上守备位置为例 认为自己在国家未来发展上 应该扮演何种角色 赖清德表示 自己打哨棒的时候是捕手 捕手要协助投手配球 也要指挥守备位置的调整 发动牵制跟战术 是非常重要的位置 赖清德说 捕手是一场球赛里面非常重要 所以我未来 如果说是领导这个国家 那我也是会扮演捕手的角色 就是让各行各业都可以好好发挥 为这个国家做出贡献 总统大选最新民调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 在三都喀的情况下 知识度仍然落居第三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今天表示 近来基层非常辛苦 从北到南都在为侯友宜 跟立委参选人加油 蓝军逐渐回归大家庭 各种民调包括内参民调不断的上升 共同决心下架民进党 绝不会受少数干扰因素的影响 以大局中华民国台湾下一代努力为重 朱立伦说 创造台湾新的政党人体 这是我们共同的决心 共同目标 绝对不会受少数干扰因素的影响 我们共同为了这样的一个大目标 大家都是以大局 以中华民国为重 以我们共同为台湾下一代努力为重 针对北俭起诉新竹市长高鸿安 民众党总统参选人 柯文哲的竞选办公室发言人陈志涵 今天表示 尊重司法流程跟判决 希望此案能够在法院得到公平的审理 至于起诉时间点的问题 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燦认为 在野党的质疑是一种政治语言的连结 陈志涵则回应指出 希望今年的选举 别再复制像过去一样的案件 将司法公正性还给司法 不要再用政治力干扰 陈志涵说 我们希望在今年的选举当中 不要再复制像过去一样的案件 把司法公正性还给司法 不要再用政治力来干扰 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 今年到桃园公庙参拜 并在庙口开讲 宣传主流民意大联盟理念 郭台铭中午并和当地的 五党籍议员里长参训 传出郭台铭思考副手人选 锁定前高雄市长 韩国瑜的夫人李嘉芬 对此 郭台铭回应 他自己都没听过 郭台铭表示 主流民意大联盟不代表党意 而是代表民意 郭台铭说 我想很多这些新闻 都是我讲述上我自己都没有听过 我自己都没有听过 我不以党意为一规 以民意 以无党的意见 各方各派人士的意见 作为我 这个 什么时候决定 将来往哪个方向去走 怎么样 护国 护民 是我最大的目标 继恒大 碧桂园等中国房地产债务违约事件之后 中国最大的民营财富管理公司 中职集团旗下的中融信托 由高达新台币近三兆的产品停止兑付 中国金融危机四起 金管会近期紧急调查 国内金融业 以及上市会公司的曝险 金管会主委黄天木 今天受访表示 目前看来台湾金融业曝险相对的有限 他也有信心台湾金融业的韧性足以因应 基隆捷运今年四月通过还评 正等待通过综合规划核定 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 今天视察基隆捷运时表示 将透过减少基隆财务负担和捷运开发基金 降低基隆市政府的分摊金额 推动新建基隆捷运 郑文灿表示 希望今年十月完成综合规划核定 接着进入设计发包 走完基隆捷运最后一里路 郑文灿说 所以因为这样的考虑 我们就采取两个策略 第一个 能减少的项目就减少 我们减少了包括财务分级的部分 4.3亿 减少了路线调整的1.5亿 所以大概减少了5.8亿 我们来成立一个捷运开发基金 未来的效益至少现在算就有四几亿 所以将来这个基金可以收支平衡 所以基隆市政府只要分9年的工期 编列17亿多一点的预算 大概就可以把这个捷运建起来 LK99缠温超导体引发关注 国客会今天指出 国立阳明交通大学特聘教授 众崇厚研究团队 首度成功解开稀土足超导体中的 奇异金属量子灵界纠缠态形成机制 研究成果在今年2月 刊登于国际知名学术期刊自然通讯 将有助于解开高温超导体的形成机制 国立阳明交通大学特聘教授 众崇厚所率领的研究团队 今天在国客会的记者会上分享 他们跟国际顶尖实验团队 美国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 共同合作 首度成功解开稀土足超导体中的 奇异金属量子灵界纠缠带的形成机制 并且登上了国际期刊 众崇厚说 高温超导机制到底是怎么样形成的 它跟奇异金属有密切的关联 如果我们可以知道奇异金属的形成机制的话 我们可以解开高温超导的谜团 环保署今年举办 112年环境保护专业奖章颁奖典礼 四名得主分别在生活环境跟企业经营 落实环保永续理念 其中中油台南营业处环境保护组组长 谢庆文推动台南北区前锋路中油加油站 成为全台湾首座碳中和加油站 展现企业配合政府达到2050年 近零碳排的决心跟努力 环保署副署长王雅芬说 谢组长他在推动加油站的一个污染减量 或者是土壤的一个富裕技术上面 去落实企业碳中和 然后促进企业的一个永续发展 陈志贤首席副厂长 在养泥里面去推动循环经济 然后还有绿色企业的一个理念 也去落实了这个低碳水泥产品 一个创新的一个技术 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一个努力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提供给您的台湾方面讯息 我们把现场还给主持人 明天再会